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说到传统节日,不知道大家能够想到的节日有哪些 比方说我们最经典的叫春节,对不对 再比如说我们的清明节、中秋节、端午节、腊八节等等 那我们其实平时在阅读和写作当中也都会接触到传统节日这个主题 那么我们今天也会跟大家一起来阅读一些篇章 有一些是古代的诗词,还有这个现代的文章 主要要去探讨什么呢 就是写传统节日的时候我们可以写些什么 因为有可能同学会觉得传统节日好像没有特别多的值得写的 比方说现在这个春节 一到春节我们到底干点啥 好像今天的春节跟以前的相比好像越来越没有年味了 对吧 那我们如果要去写一篇写春节的文章 我们应该怎么去写 可以从哪些角度出发 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一起要来阅读的内容 首先我们先来读一首词 这首词是北宋的大诗人苏氏 他所写的一首词 这首词写在什么时候呢 写在中秋节的时候 提到苏氏中秋节的佳作 大家应该马上能够想到的是 它最出名的一首中秋词 叫做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游 对吧 这首词也被称为千古第一中秋词 那除了那首词之外呢 今天我们再来学一首 这首词的词排名叫做西江月 第一句叫 世事一场大梦 人生几度秋凉 我们先来读一下这首词 然后我再具体的给大家去讲解 这首词当中的每一个细节 西江月 世事一场大梦 送苏氏 世事一场大梦 人生几度秋凉 夜来枫叶以明郎 看取眉头并上 久见长愁刻少 月明多被云防 中秋水雨 共辜光 把展 欺然北望 好 我们读完这首词之后 我先提问大家一个问题去思考 就是这首词里面 诗人的情感 你觉得是什么样的 如果用一个字 如果从原文当中找出一个字来 表现这个诗人的情感 你会找哪个字 在这个西江月 世事一场大梦 这首词当中 我们要学会从文章当中 从文本当中 直接去寻找 表现诗人情感的词 就有时候拿到一篇作品 很多同学说 怎么去体会这个作者的情感 其实一般情况下 我们有两种 一种是 我们通过诗人写的一些东西 或者通过作者写的一些东西 我们去进行推测 去推断 对不对 比如说我流泪了 那你就知道我的情感 可能跟流泪有关系 对吧 要不然是感动的 要不然是伤心的 要不然是难过的 等等等等 就这样去推断情感 这是一种方式 还有一种 很重要的方式是什么呢 是你可以直接从文章当中 把这个词找出来 那我们来想一想 这个词里面 表现情感的词 有哪几个 凄凉 孤愁 这就是这首词当中的 最重要的情感 所以我们去阅读一首词的时候 一定要明白 我们读一个作品 不是为了把这个作品里面的 每个字是什么意思搞明白 或者说也不是为了去读一个故事 不是为了去搞翻译 而是为了干什么呢 为了去体会这个作者的情感 所以读诗词的第一步最重要的 就是先去找到世人的情感到底是什么 那世人的情感最方便的找法 就是直接从这种词里面找到相关的这个字眼 对吧 我们就把这几个字找出来 那找出这个之后有什么好处 有什么作用呢 有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就是我们在理解其他的内容的时候 一定要紧紧的围绕着这几个词去理解 就是我们接下来有一个任务 那就是在读这种词的时候去体会 作者是怎么表现这个良 恋、妻、愁、孤这样的情感 对吧 所有的作品其实都是围绕着情感展开的 那首先呢还是说一下这个作者苏世跟这首词之间的关系 就是这个一首词一首作品 他的写作的时间点背景其实还是比较重要的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时候这个诗人因为经历了一些东西 然后在一个特定的心情特定的环境下写出来一个作品 如果我们能够搞清楚这个作品大概的背景 或者说这个诗人大概的经历 这个东西是能够帮助我们去理解一个作品的 那关于苏世这个人 大家应该已经都不陌生了 对不对 苏世是一个天才型的作家 但同时呢也是一个一辈子非常坎坷的作家 就虽然非常有才华 但是非常的惨 在他那个年代里边可以说是当时最惨的人之一了 因为在北宋的时候呢 我们对士大夫是非常好的 读书人一般是不杀的 士大夫上述言试者不杀 就是如果说你有什么事得罪了皇帝 你只要是正儿八经的上述言试 在北宋那样的一个宽松的文化环境下 你都可以免死都可以不死 但是就在这样一个情况下苏世差点被杀头 你就知道他这一辈子有多惨 而且呢是一扁再扁 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最后一直扁到海南去啊 就扁到当时叫丹州 就是我们今天的海南 放在今天我们去海南可能是度假去的 但是在苏世那个时候的海南 那是一个非常非常荒凉偏远 完全没有开化的地方 所以很惨很惨 那这首词写在什么时候呢 在我们今天能够找到的证据里面 一般就认为是两种可能 一种可能呢 是他当时在黄州的时候 黄州是哪里呢 就今天的湖北的黄冈 这是一种可能 还有一种可能说这首词就是写在丹州 也就是今天的海南 但是我们要知道的是 不管是黄州也好 是丹州也好 在之前发生了什么 之前发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苏世因为乌台失案 以及对朝廷当中有一些高官的这个得罪 所以被一扁再扁啊 就差点杀掉 虽然最后很侥幸的活了下来 但是被扁到很远的地方 而且呢 这个生活的非常的凄惨 也就是说这个作品写的是苏世 被贬折时期的这样的一个心境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就明白 为什么这个词里面会有凄凉 对吧 会有愁孤 包括后面有一个北望 为什么要往北看 因为他自己在南方 就不管这个时候是在黄州也好 今天湖北的 对吧 黄冈 或者还是在丹州也好 今天的海南 他如果要看当时北宋的首都 就是这个今天的河南的开封啊 他都是在往北看 所以这个北望其实是回望家乡 回望首都这样一个意思 好 那接下来我们一句一句来看一看这首词啊 看他里面一共讲了些什么 世事一场大梦 这是他的开篇 这个开篇一下子就出现了一个道家的感觉 因为这个写法通常是什么人这么写呢 通常是道家 比如说庄子 我们知道庄子有一个特别出名的这个故事 叫庄生小梦迷蝴蝶 对不对 就庄生梦蝶 在道家看来 人的这一辈子啊 有的时候就如同一场梦一样 等你醒过来的时候 你发现一切都是空的 一切都是虚幻的 那苏世这个时候一开篇就讲 世事一场大梦 那能够讲出这样一个句子的人 往往其实是经历了人生的浮浮沉沉 经历了人生的浮沉 苏世也是一个经历了人生浮沉的人 对吧 说福就是他的人生曾经到达过高光时刻 这个绝对是有的 苏世年轻的时候 因为才华横溢 所以当时名满京师 就连这个当时的文坛宗主欧阳修都公开说 说苏世这个小子将来一定是继承我的这个位置的人 就将来一定比我还要厉害 对吧 我就这个放他出一头地 就这个人肯定是最厉害的 曾经这么厉害的一个人 但是今天被贬折到这样的地方 差点连命都丢了 所以他感受到这里面的人生的浮沉 荣辱 感觉好像梦幻泡影 对吧 瞬间就没有了 感觉很空 所以这里面讲到叫世事一场大梦 接着讲叫人生几度秋凉 为什么突然间提到了秋凉呢 因为我们知道这首词它有一个时间点 这是我要接下来问大家的一个问题 就是你从这首词当中可以看出来这是哪个时间写的 这是哪个时间写的 我们去看整首词 能不能够找到写这首词的时间点 说到这儿呢 我也要提醒大家 就是我们在读一个作品的时候 你要努力的把这个作品当中的每一个细节信息都抓到 我经常跟大家说 其实读作品有点像是破案 有点像是推理 那我们这个文章当中的这个文本 就有点像是 你去破案的那个案发的现场 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细节 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线索 看你能不能够敏锐的捕捉到 这个时间点是中秋 对吗 大家知道中秋是一个什么样的日子 中秋佳节 在中国古代人来看 是一个团圆的最主要的节日 对不对 是一个团圆的日子 那在这个团圆的日子当中 苏是在哪个地方 我们知道要么在黄州 要么在丹州 总之是被贬折在一个非常偏远荒凉的地方 所以你就明白 它这里面的这个凄凉啊 这个哀愁啊 是有原因的 就是首先它是在一个 大家都在团圆的节日里面 它却孤独的一个人凄凉的被贬折在外地 对吧 所以在这里面这个秋凉也是有原因的 为什么是秋凉 因为这恰好是在中秋节 人生几度秋凉 也就是说 苏氏一上来就讲到说 哎呀说这个过去的事情啊 这个世界上的事情 有的时候人生就像一场大梦一样啊 很虚无啊 有的时候这个荣华富贵感觉还在眼前 但是接下来什么都没有了 接下来什么都空了 人生几度秋凉 这个几度呢 意思就是有多少 也就是说一方面他想讲的是秋凉啊 一方面是人生当中有很多的这个让我们觉得非常寒冷的时刻 就像这个秋天的到来 秋风的吹来 另外一方面这个几度是告诉你什么 这告诉你其实没有多少 其实没有多少 也就是人生是非常短暂的 我们以前有一个歌词叫人生短短几个秋 是吧 就是短短几个秋啊 就是说你人生当中 呃 虽然有的时候感觉挺漫长的 挺煎熬的 但是仔细的想一想 其实时间过的是很快啊 一年又一年不知不觉就过去了 这个就叫人生几度秋凉 对吧 所以如果以后我们自己要去写个文章 表现时间过得很快 你就不一定非得用时光飞逝这样的词 你可能来一个对吧 人生几度秋凉 我们可能就能够感受到啊 这个时间的飞逝 好 我们继续往后看啊 前两句他讲到 他说世事无常 然后人生时光飞逝 夜来风夜以明朗 看去眉头闭上 好 他讲到这个秋凉之后 接下来呢 苏氏就开始说 晚上的时候 啊 这个风夜明朗啊 风夜会叫嘛 风本身 可能会发出一些声音 但是其实也不能叫明 那在这里为什么叫明朗呢 这个明就是明叫的意思 因为这里其实他写的是风吹着夜 但是我们又讲到了这是一个秋天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风是什么样的风 是秋风 而这个夜呢 是落叶 对吧 秋风吹落叶 然后在整个的走廊上 在这个小廊当中听到秋风吹落叶的声音 这里边是不是又有了一个凄凉感 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情感是怎么被表现出来的 情感有几种表现方式啊 第一种表现方式是最直接的 就直接告诉你我难受对吧 我这个凄凉 我爱上我孤独 我愁 这是一种表达方式 第二种表达方式呢 是用一些行为去表现情感 言语行为去表现情感 比如说眉头紧锁 你看是不是表达了一个愁的这个情感 啊 还有一种是什么呢 还有一种是通过环境 通过外部的环境去渲染整个的气氛 去传递这个作者的情感 比方说这个句子就是非常典型的 使用环境去表达情感的句子 怎么表现我心情很不好 写我听到秋风吹落叶的声音 在外面久久不散 你看这就是夜来风夜以明朗 那当然接下来他又使用了一种方法表达情感 是什么呢 就是我说的 去写这个人的动作行为 叫看取眉头闭上 说你看一看 这个时候这个诗人一方面听到外面的这种凄苦的声音 另一方面呢 说我看一下眉头闭上 大家想想眉头 眉头是什么 为什么要看你的眉头 以前大家有没有读过一首词 叫 此情无忌可消除 才下眉头 却上心头 这里面的眉头指的是什么 什么时候 你的眉头 会跟平时不一样 眉头是什么 眉头往往是你的哀愁 当我们这个眉头紧皱的时候 皱着眉的时候 对吧 所以其实看取眉头闭上 这个眉头啊 往往代表的是愁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又学到了一个表达愁的很高级的方式 你不一定非得说 哎呀我好难受 我好愁啊 我叹气啊 对吧 我哭啊 我苦伤着个脸呢 不一定 你有一个好的方法叫什么 叫眉头 就写眉头紧锁 这就是写愁的方法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并上 并上是表达什么的 并在哪里 就是在这 对不对 写这个并角的 啊 写并上是写什么 大家仔细想一想 有些同学有时候写作文的时候也会写到这个并角 写自己的爸爸妈妈 对吧 不知不觉发现他们的并角已经怎么样了 哎 并角已经斑白了 对吧 所以这个并上其实往往写的是白发 啊 并角写的往往是白发 那为什么头发白了 一般情况下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老了 啊 就是岁月无情 对不对 这当年的这个小青年也成了一个 老大妈了啊 这个并角一下子就白了 还有一种可能是什么 人的头发白往往有两种 一种是年纪大了白 还有一种是愁白了 对不对 愁啊 愁 愁就白了头吧 对不对 最后这个头有的时候是被愁白的 你看这个李白杜甫写愁都是这样写的 李白写白发三千丈 愿愁四个长啊 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 对吧 李白说我这个头发又白又长的怎么回事 是愁的 杜甫也是写啊 白头骚更短 魂欲不胜赞 说这个愁成什么样子 不但头发白了 而且秃了 而且掉了 所以古代人写愁很有意思 你会发现呢 不是仅仅的像我们今天 有些同学去写愁 说哎呀我好愁啊 就直接就写了 我们高级的表达方式是什么 是写愁的结果 比如说眉头紧锁是不是表现愁 两并斑白可以表现愁 发现了吗 这就是高级的表达方式 当然我们自己有时候去做阅读的时候呢 也会问你 对吧 这里为什么要去写眉头啊 为什么要去写病伤啊 你一定要去跟他的这个背后的情感 关联起来啊 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表现这个作者的愁这一点 所以要看取眉头病伤 当然这个愁之外 他也告诉你 这个病伤也告诉你 一定是上了年纪的 因为往往再愁的人 也不会写一个小青年 愁的这个白了头 而且这个病伤呢 往往是写这个病角两并斑白 人头发白的时候 是从病角这个地方开始 不是从头顶开始的啊 有的人说这个 是不是从头顶开始白 不是从两病开始白啊 所以这个两病斑白呢 往往这个时候是最让人难受的 为什么 因为其实没有特别老啊 但是头发已经开始白了 而且刚开始白的时候 你是最难受的 对不对 因为你想到以前 总觉得自己是个大小伙子 总觉得自己是一个年轻人啊 是一个青年人 壮年人 谁知道一看 开始白头发了 这个时候是最难受的 他比说你已经很明显的接受自己是一个老大爷了 是一个老太太了 是一个这个头发都已经白了的人了 那个老年人了 比这种时候要难受的多啊 因为老年人的时候 我们其实已经习惯了自己是一个老年人 但是最不习惯的时候就是我以为我是一个壮年人青年人 但其实我已经开始白头发啊 所以我们这个往往写两鬓斑白的时候啊 而且这个白叫斑白 什么叫斑白 就不是全白 而是有一部分白了 有一部分还是黑的啊 所以他会呈现出这个斑斓的样子 对不对 这叫两鬓斑白 两鬓斑白的时候 往往是让人非常难受的时候啊 这是他的上阙啊 那上阙写了什么呢 写的主要其实是这个环境 对不对 上阙最重要的写的是整体的环境 比如说啊 他去写这个整体的时间点啊 秋天到了 秋天到了让我们忍不住感慨啊 人生真的是苦短 一年又一年 人生几度秋凉 过往的那些岁月 那些时光 就像一场大梦一样啊 那同时呢 在这个秋天 我听到了秋风吹落叶的声音 感受到了这种孤独 感受到了这种凄凉 这种哀愁的感觉 那在这样的一个时间里面 写 看取眉头并上 这个词人眉头紧锁 两并开始斑白 所以整个的这个感觉 写的都是愁 写的是哀愁 写的是悲凉 这样读 我们就能够把整首词的这个上阙 给读明白了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读下阙 那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为什么如此的哀愁呢 下阙写 九剑长愁克少 这个剑是什么意思啊 剑跟我们今天说的剑不一样啊 有个人说老师 你看这个人剑细细的 跟这个剑没有关系 这个剑最开始的意思就是便宜 它的反应词就是贵 贵也好 剑也好 你有没有发现 它中间藏了一个字啊 藏了一个贝壳的贝 对不对 这个贝在古代就是钱呢 所以这个剑其实就是钱少 这地方叫九剑是什么意思 就是没有好酒 说明这个地方很偏 这也是中国的文人写文章的时候非常厉害的地方 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写一个地方很偏 不是直接写它偏的 而是写它偏的表现是什么 我举一个简单例子 比如说白居易的琵琶行 琵琶行里面 写到说白居易被贬折到寻阳 放在今天就是这个江西 九江这个地方 被贬折到那里 那被贬过去之后 那个地方当时很荒凉 白居易怎么表现那个地方荒凉 它只写一个细节 就是那里没有正儿八经的音乐 欧压招扎难为听 就是你说我在这个地方想听个音乐 结果发现 我连个正儿八经的音乐都听不着 对不对 就是我在这里面能够找到的弹音乐的人 我的天哪 弹的这种音乐都没法听 这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细节 去表现这里很偏远 很荒凉 那苏氏怎么去表现 他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 非常的偏远荒凉 他就写到了这个小细节 叫做酒件 就是没什么好酒 对吧 这酒也不值钱 常愁客少 也没什么人来 这个东西感觉是他最愁的 但其实这只是他难过的一种具体的表现 他到底为什么这么难过 真的仅仅是因为酒不好喝 客人少 所以就觉得很难受吗 当然不是 后面他用了一个非常隐晦的表达 叫做月明多倍云房 这就是中国古代诗人非常委婉的表达方式 但是是很常见的表达方式 是什么呢 就是讲这个词 浮云 明月 太阳 你要知道在中国的诗词当中 浮云明月太阳这样的东西经常是用来比喻 在朝廷在朝廷当中的一些人的 比如说明月 太阳经常比喻什么 经常比喻的是君王 而浮云这个东西 天上的云彩 它是用来遮蔽明月 遮蔽太阳的 所以在中国的很多诗词当中 都把这个浮云比作小人 把浮云比作朝廷当中的一些奸臣 一些妨碍了明君 妨碍了君王了解你的人 或者在君王面前不断的说你坏话的这样的人 我们把它比作浮云 我们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李白写 总为浮云能避日 长安不见是人愁 对吧 那李白说 这个我就害怕这个浮云把太阳的光给遮住 然后让我看不到长安 真是难受 那实际上他想告诉你什么 他想说什么 他想说当然不是说我在外边晒太阳 怎么会可以来个云彩呢 真是难受 不是这样的 他想告诉你的是 我特别担心在皇帝身边有小人 使得皇帝看不到我 或者使得皇帝误会我 最终使我看不见长安 长安代表的是朝廷 对吧 包括我们讲到这个 王安石 王安石写 不畏浮云遮望眼 我不怕你们这些小人的 这个在皇帝身边的 说我的闲话 为什么 因为 自元身在最高层 因为我已经站得足够的高了 我的格局足够的高 我的位置也足够的高 所以我不怕你们这些小人怎么怎么着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在中国古代 在十四当中云遮月这件事情 经常是用来形容君王被身边小人蒙蔽的 所以这个时候 苏氏在写愁的时候 非常隐晦的点了这么一句 他说酒见长愁客少 表面的意思好像是 我愁的是酒也不好喝 生活条件差 对吧 朋友也没有 这个生活也比较单调 但实际上背后讲的一个原因是什么 我为什么会来到这样一个地方 原因是月明多被云防 他说我不怪皇帝 我怪的是云 我不怪这个月亮 我怪的是遮住他的云 月明多被云防 所以这一句其实就点出了苏氏 这整首词愁苦的原因 就是他觉得皇帝被奸臣蒙蔽 误解自己 对不对 就好像是月亮被云才蒙蔽一样 那接下来后面这句就讲到了 叫中秋水雨共孤光 这个月亮竟然写到了月亮 接下来要写什么 要写赏月 这就是这首词 写中秋从来逃不开 写月亮 大家记住 写中秋没有不写月亮 一定要写月亮 那这个时候他写的月亮 是什么样的月亮 是被云彩遮住的月亮 所以整首词当中 笼罩着一种愁苦 笼罩着一种凄凉的感觉 中秋水雨共孤光 这个孤光你看月光现在都叫孤光了 所以这里边一定是有一种孤独在 有一种孤独 所以这个中秋佳节 我们又讲到它是一个团圆的节日 没有人跟他一起欣赏月亮 他本来就够孤独的了 现在还没有人跟他一起欣赏月亮 没有亲人在身边 对不对 所以这又是一种更加深刻的孤独 最后说 把斩 斩就是酒杯 拿着一杯酒 欺然北望 那北望望什么呢 我们知道一定是望两个 一个是望朝廷 望君王 第二个是望自己的亲人 就是望这两种 第一是我特别想要让君王能够理解我 对吧 月明多倍云房 第二是我特别希望身边有人跟我把酒供饮 但是在这个孤独的中秋节 君王也不理解我 把我赶到这个鬼地方 然后呢 我自己的亲人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在我的身边 我只能一个人孤独凄凉的守着面前的这个月亮 守着这一束孤光 对吧 非常的难受 把斩欺然北望 这就是这首词 西江月 是是一场大梦 讲到这里 我相信大家应该能够彻底的理解这个作者的情感 所以我们经常讲说什么是真正的经读 什么是真正的把这个作品读懂 读懂一首作品 一定是能够非常真切的明白这个作品要表达什么情感 并且要能够知道作品里面每一个细节跟他的情感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对吧 为什么要去写这个 这个到底是表现什么的 那我们最后就发现其实整首词表达的都是心中的愁苦 哀伤 那为什么抽国哀伤呢 因为首先第一个自己的仕途不顺 对吧 在朝廷当中被奸人所害 被小人遮蔽 然后最后被发配到外面 这样一个很凄凉的地步 第二个就是跟自己的亲人在中秋佳节并不能够团聚 感受到深深的孤独感 这就是这首西江月是是一场大梦 当然读到这儿我们回过头来再去想 他是写中秋节的 那在中秋节我们可以写什么 就是我们如果仅仅拿出这个主题来说 来我们今天来写一个传统节日 比如说中秋节 大家一般就会写中秋节月亮圆 对吧 可以吃月饼 然后家人都团聚在一起 你会发现苏氏在写中秋节的时候 他结合了什么去写 结合了他自己的人生经历和感受去写 对不对 所以其实这就是我们在写作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向 很多时候我们去写一个传统节日 不一定只是去写这个节日本身 你要明白我们写这个节日并不是我们真正的目的 我们不写这个节日 大家也知道有这个节日 你不用在你的作文里写天上月亮是圆的 大家也知道月亮是圆的 你不用写吃月饼 不用写团聚 大家也知道中秋节都是要吃月饼团聚的 那我们为什么要去写一篇文章写到传统节日 很重要的原因是为了表达我们的情感 那我们的情感其中有一种写法 就是结合你的人生经历和自己的一些现实的感受去写 比如说在这里面苏氏结合的就是自己被贬折的经历 以及被放逐到外地和亲人不能团聚的这种感受 这个感受整体上来讲是愁苦 对不对 所以他在写中秋佳节的时候表现出自己这样的一种情感 那同时呢我们也要知道他去写中秋节的时候虽然表现的是愁苦 但是不是只是一味的在说愁 也不是的 你一定要表现出中秋的这个信号来 什么东西是中秋 第一中秋是团聚 第二中秋有明月 第三秋天 对不对 你要表现出秋天 比如说秋风吹落叶 秋风扫落叶 这些东西都是符合中秋这个时间点的特点的 所以以后我们再去写一个节气 写一个传统节日的时候 你也要写出这两点来 第一就是这个节日的一些代表性的东西你要写出来 比如说写春节 我们是不是要去写写放鞭炮 是不是要去写写压岁钱 这种东西是春节的特有的东西 但是第二个是什么呢 第二个是你不要只去写这个 你要去写出自己的情感感受 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读的第一首作品 是北宋的苏氏 这个大文豪的一首词 叫做西江月 世事一场大梦 这种词大家可以耐心的去品味 同时呢 这种词的第一句也写得非常漂亮 所以这也是一个千古的名句 叫世事一场大梦 人生几度秋凉 对吧 包含着这种人生的深刻的感慨 对吧 对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